音樂 那我們這次呢 也從蘇格蘭空域的五種原種 來到貝拉比塔的現場 邀請到皇家裡泡的貴賓能夠親自體驗 好好的藝術 我們這個展覽總共分為三個展區 今天大家第一次看到的是第一展區 主要我們要講的是時間 時間對威士其心對皇家裡泡的重要性 不管是這邊看到檜木的裝飾 甚至我身後輪播的很有意向 講時間消逝流逝的影片 所有的時間消逝都會創造出非常完美 以及精湛的皇家裡泡 那在精緻工業這邊 我們平衡的威士忌 是皇家裡泡38年的命運知識 用命運知識慢慢的聞香 去讓各位去了解 每一支威士忌 經過蒸餾器緩慢的蒸餾 所製造出來的完美的液體 右手邊是第三個展區 這個展區要講的是調和的技術 有一種音樂的形式叫做交響樂 就像一支完美的皇家裡泡調和式威士忌 首席調酒師必須去了解每一個酒質的特色 慢慢的去堆疊出今天我們手中 所拿到的62禮戰 平常雖然有點小作 當然不是很專業 那麼皇家裡泡給我感覺 當然就是充滿熱情的 魂厚的溫潤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 一直希望能夠把這種飽滿的感覺帶出來 另外一個當然這個是個烈酒 烈酒我們希望把那個剛毅的男性的意象 整個襯托出來 所以無論是尊還是整個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整個的品牌的高度跟產品的精緻度 整個呈現出來 為何類型的蕩抹來自於羅釀 售之光是很重要的 羅釀因為它是因為收藏的 我們很受歡迎看到這伙伴的 是一個巨大莊的奈現 التي做了功能 羅釀 律江 我們在成長的功能 這是一件工程的長k 的获得 於好彩的味道 這很美的品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